自從你不經意超入我眼裡 我的心從此陷入愛情漩渦裡 好想談一場戀愛永遠不要停 心動感覺怎樣才能讓你反映 分手總那麼衝動向來又被動 這矛盾的愛情總讓人搞不懂 別計較誰說誰用看白面的感情 在隱瞞的天氣也能遇過天氣 表白一大冒險結局也許會疼 會尷尬會丟臉一刻心難悸動 愛情已就上演我願為你冒一次鞋 表白一大冒險回憶被划上了 難忘的書籤彼此珍惜幸福的 每個瞬間不必說永遠 我還想問你一個你到底怎麼想的呀 我沒準備好要孩子到我這個年紀 應該是在工作上奮鬥的時候 這麼早生個孩子把自己拴住 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那我想聽聽你到底想要什麼樣的生活 我想去美國 這麼多年 他養尊初遙 你寵著他關著他我都沒有意見 可是我的小虎 他做做了什麼要受這麼大的罪 小虎 奶奶的心境你在哪裡 媽媽您別太著急了啊 好 喂 真的 太好了太好了謝謝謝謝 好好好我現在馬上就去 好 媽小虎找上了在派出所呢 你慢點慢點 不撒保佑不撒保佑 快帶我到派出所 我要換衣服去 你慢點慢點快 你別擔心了別擔心了沒事 就到這兒了 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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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怪兒孫子 孫子 真的太感謝了 你把我們家給救了 真的太感謝了 我們不知道該說什麼好話 感謝感謝 真的太感謝了你 您太客氣了 這都是我們應該做的 不過以後家長要注意了 這小孩不懂事 大人不能不懂事 是啊是啊 以後我絕對不會讓我的孫子 離開我的視線半步 也絕不會把他交到 不靠谷的人手裡 好了 現在孩子已經找到了 帶孩子回家吧 好嘞好嘞 謝謝啊敬太夫 謝謝謝謝 爸爸回家 奶奶大片人 說了兩分鐘他就來見我 結果我等了半天那也不來 小虎 行了別說了 兒子 餓了吧 爸不帶你吃好吃的 走吧 來 奶奶給你買小虎 好 你說你這幾年 靠著自己一路打拼 進了知名的會計事務所 拿著六位數的年薪 你這要是個古代 那都已經是 能夠讓皇帝接見的女狀元了 你要是不是人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啊 你要是不是人 是個物件 那肯定就是價值連城的翡翠啊 不是那個掉在地上 看不見的小石頭子 你說你還有什麼不滿足的 非要折騰到美國去啊 我就是要去美國 那有大好的機會 以我奮鬥的理想 就算是不可多得的翡翠 也有權利給自己相同金邊 讓自己變得更耀眼更奪目吧 太陽耀眼嗎 奪目嗎 可也不能老盯著看哪 再說了 你要是金子 那沙堆就埋不了你 你要是四起丸子 那米飯就埋沒不了你 你說你折騰到美國去 伺候他們幹什麼去啊 我伺候誰我樂意 唯獨就不樂意伺候你 因為我跟你奧夠了 反正美國我是一定要去的 如果你非要攔著我 那咱們倆只能離婚了 什麼 什麼什麼 離婚都出來了 你這衣服天江江大人於私人似的 又不是到外太空去探索黑洞奧秘 你這衣服壯士一曲戲不反的盡頭 你悲壯給誰看呢 因為你少評離婚這件事 我是認真的 又不是縫衣服 你認什麼真啊 這麼多年來 我一天到晚都替你撈叨 不是鄰居家的蔥 去看毛大爺的狗 你那雙眼睛 最遠只能盯到街口那賣家本的攤上 見天地嘱咐我 這個雞蛋只能買黃哥家的 這個牛肉只能買李嫂家的 你還能再婆媽點嗎你 那是因為黃哥他們家不缺金不短兩 他一斤雞蛋給我十二個 小張那只給我十一個 我這叫 給好人捧場 掃著不搭理奸商 我求求你閉嘴好嗎 我去美國就想逃離你 逃離這種日子明白嗎 不是這個日子怎麼了 咱們當時結婚的時候 不是說得好好的嗎 你負責拓展我負責維穩 怎麼現在越穩定 你反倒越折騰呢 因為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不願意跟著你 一天到晚來研究哪家超市打折 跟你一幫老頭老太太去賭門 搶向下的洗淋淋 我要的是別人對我 對我刮目相看 而不是跟著你過這種窩窩囊囊 假裝美滿的小日子 你別說了 咱們各自冷靜一下吧 你想提什麼離婚條件你就直說 只要能放了我 我什麼都答應你 你想吃煎餅 我每天早上起來給你買回來 你想吃牛肉又怕碎牙 我可不是挑哪家的肉賣得好嗎 我一天到晚地想著你 怎麼到頭來 反倒變成了果窩呢 我怕媽呢 小虎睡了 可能是白天下著了吧 剛才我媽 好不容易把它給扬睡著 教練 今天是我做錯了 我自己已經好好地反省過了 下次我肯定 沒有下次了 對對對 我 是 絕對不可能再發生這樣的事了 子俊 我有话跟你说 子俊 当初 你爸妈也算是老来得女 所以你从小他们就特别地疼 特别爱你 当初我娶你的时候 也当着他们的面承诺过 一定会好好地对你 不让你吃苦 也不让你受累 结婚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对吗 你不会做家务活不要紧 咱们可以请保姆 你不会带孩子也没关系 我可以让我妈来帮着她 但是我觉得你不能 连一个妻子一个母亲 最基本的东西你都做不到 今天在医院里我也是急了 所以话有点重 没关系 我能理解 因为小虎走丢了吗 不过我一直都觉得 小虎一定能找到的 现在这个社会 其实没有你们想得那么乱 不能把谁都想成坏人 对不对 子俊 你可能脱离开社会太久了 你不太了解这个社会 在你的生活中 也就只有什么 逛街 购物 美容 瑜伽 死吧等等 你不太关心你生活之外的 那些事 没关系 我理解你 我知道 我知道你有轻度的沟通障碍 所以这么多年 我也小心翼翼地 把你保护得很好 我也怕外界的那些东西 刺激 干扰 伤害到你 可是你知道 我现在觉得我活得特别地累 张律 对不起 我也想像别的男人那样 下午班回到家里 老婆把饭已经做好了 等着她回来 上班之前 媳妇把衣服运好烫好了 我觉得那样的生活挺幸福的 有资有味的 可是咱们结婚到现在 我就没过上过那种日子 是你说的这些 我真的都不会做了 是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我爱小虎的 你今天已经证明得很好 我觉得你不是特别地爱海 你也不是特别地爱我 我真的爱 那 那你也得为小虎着想啊 我就是因为替小虎着想 才做出的这个决定 我觉得孩子至少 需要一个正常的妈妈 我可以的 真的 赵磊 就你说的那些 什么洗衣服还有做饭 那些家伙我都可以学的 我为了小虎我可以学 你别再说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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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这车再新 它还有新的新呢 对不对 你这二手市场 它都高档车 它好卖 就你这 大哥 您就收了吧 我呢是真的缺钱用 不然我也不会卖的 车小是小了点 好歹也是个代步工具啊 您说是不是 大哥 那个价钱好商量 要不您给开个价 多少 两万 这么少啊 你卖不卖 你看能不能再涨点 三万行吧 这车保养的倍好 就两万 要不 你再考虑考虑 大哥 卖了 走 带手进去 好 太帅了 喂 丁武 什么 被辞了 为什么呀 什么 流氓 你怎么不给人解释解释呀 我真是服了你了 行 那你原地待命啊 等我忙完事儿去见你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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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上车 老婆 我送你回家 别老婆老婆的 离婚的时候 我没跟你开玩笑 只要没正式离婚 在法律上你还是我老婆 我还可以享受这个称呼 因为到底怎么样才能面对现实啊 我们俩已经不可能了 再过几天就天歌一方了 老婆 我劝你啊 劝着不要想着什么挽回 顺着大家都尴尬 这不是去美国嘛 又不是去月球 就算隔着一个银河系 那牛郎之女还能每年见上一面 你不用拐弯抹角地劝我 我有我的职业规划 也有我的人生理想 我去美国是实现我的梦 我求求你千万不要把我的美梦 召开成噩梦 好吗 拿着 什么呀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哪儿来的钱啊 我把车给卖了 又不是什么好车 当初攒钱买这辆车 就是为了接你上下班 把你风吹日晒得太辛苦了 现在你走了 不要这车也没什么用了 有这个敞风板就足够了 好 黄欣 也不知道你在美国 受多少苦 这钱没多少 但是至少能帮你 在美国少刷几天盘子吧 买车的第一天 你把她挂到我的车上 说他可以保佑我一路平安 拿着吧 留个纪念 如果他真灵的话 就让他替我保佑你 在美国一切平安吧 祝你在美国 实现你的梦想 对了 一会儿就别坐地铁了 打达车回去吧 对了 一会儿就别坐地铁了 打达车回去吧 打达车回去吧 停我 上车 云伟 你 你怎么这样就来了 怎么样 不行啊 你车呢 卖了 卖了 那我这箱子 放后面啊 那我呢 后面啊 大哥 我让你来就是帮我搬箱子的 你倒好 骑自行车就来了 这是自行车吗 这是电动车 亮瞎你的态金勾演 还有啊 你一个被开除的人 你有资格挑选作家吗 坐还是不坐 坐还是不坐 你那我这爱 你不得了 是不怕 看起不下 只有这样 才能说不怕 那我这一只 有点招 爱 你不肯而为 你这不肯 我与主婚是新海盗 好 再来一个 好了 学习你们的张手 我提不见你们的声音 因为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爱我 你凭什么爱我 我要财没财 要色没色 连我老婆都不爱我 你凭什么爱我 你老婆为什么不爱你啊 我老婆说啊 天上掉下一个陨石了 咔嚓一下砸了十个人 十一个人都比我咬出去 连个树都能够起到光合作用 造出人类产生氧气 我就是一个造粪的机器 行之走肉的一个机器 我只为浪费国家的资源 哥 污染环境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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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行了 你还有着了 我呢 那我对王心不好 好啊 我碰到手里怕摔了 我喊在嘴里怕化了 我白天努力工作晚上辛苦耕耘 我连别的女人我看了不看一眼 你说像我这样的人在古代的 我就 我就差给自己穿些铁口铲啊 我那针接牌子能摆一打你信不信 结果呢 不给我生孩子 还要跟我离婚 鸡飞蛋挞 鸡飞蛋挞哥们 你逼我惨 你逼我惨 那你打算怎么办 真离啊 不离 他说离就离啊 我尊严何在 断 就得拿出点态度 我跟你说 我一掌教育 以后破了一女的 什么废话没有 直接先给破了该七七该 该报报 省得什么什么便宜没老找 惹一身骚 兄弟 女人啊都这样 你越尊重她吧 她越不把你当大老爷们看 你把她按在墙上吧 她真把自己 当成严谨小时候的女主角 当初 我真应该给王欣怡打嘴巴 我要真要抽了她 她就没准把我当爷们了 哥 抽了 回去就抽了 说我不上进 说跟我一起过日子 看不到希望 来 兄弟 你看看我 你好好看看我 你 我让你感到绝望了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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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没有 哥 没有 我脑门里上 写着无聊两个字了吗 没有 没有 当初是她说的 男主内 女主外 对 行 我现在 洗衣服做饭 人老猪黄皮肤粗糙了 她嫌我不上进了 什么叫上进 你说 不是 你说什么叫上进 挣钱多植物高 这叫上进 是不是 不是 我辛辛苦苦地工作 老老实实上班 我就不叫上进吗 不 可是天上就是按时隔三差五的 调保险柜 那也得先砸各膏子 是不是 我排队我也得排个 三千五载的兄弟 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你也嫌弃我 你也嫌弃我 不好意思打我了 我妈把它带走 不好意思 走 走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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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 是你啊 我打工断钱啊 你来得正好 你快帮帮这个人拖起来 一二三 你快帮帮这个人拖起来 一二三 谁啊 团根呢 唱歌也不用靠那么近 谈生意嘛 除了吃饭喝酒就是唱歌 你怎么能不能靠那么近 谈生意嘛 除了吃饭喝酒就是唱歌 不 琴歌对唱难免会有肢体接触 我理解 唱什么呢 广岛之恋 广岛之恋不 女的调太高了 黄金嫁有脸 水晶不错啊 咱俩不是经常唱吗黄金 我随便介绍一下 我是他老公 我 喂 行了一堆 别扯那些没用的 既然你都看到了 那咱们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呢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你不会看哪 不是谈生意啊 事实都已经摆在你面前了 你不要再自欺欺人 我告诉你 我爱上别人了 我不要你了 明白了 你说你要拼事业 不生孩子还要到美国去进修 都是假的 假的 你要跟我离婚 就是因为她 恭喜你 你终于听得懂中文了 你们早就搞在一块了是吗 孙子 孙子 我 我跟你拼了我 你冷静 你冷静 我冷静得了吗 今天有她没我 有我没她 你别拦着我 谁来也没用 你冷静 你冷静 那我就告诉告诉你 到底错在哪儿啊 我在民众局工作 婚姻那点事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吧 您口口声声地说爱 我问您您知道什么叫爱吗 您以为那两个人对上眼了 那就叫爱 只有进入婚姻的爱情 那才是真正的爱情 咱们懂不懂 我给您举个例子吧 吃过西瓜吧 吃过 那西瓜开花的时候 你觉得那花啊好看 那花再好看它也是花 你见过谁吃过西瓜花 没有吧 那只有花卸了以后 长成了西瓜那才圆满呢 明白吗 所以 爱情啊就是这西瓜花 婚姻才是西瓜 那西瓜花啊 既没有用途又没有营养呢 西瓜 才是营养和美味的精华所在 对不起 请问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是啊 你想说什么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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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就是 婚姻很神圣 她远远超越了爱情的存在 我跟王欣 我们两个已经结婚了 在我们身上不仅有爱情 还有责任 在这个婚姻里头 不仅是我们两个人的结合 也是我们身后两个家庭的结合 所以这位先生 您说您对我老婆产生了爱情 我不怪 我不怪 但是 我们两个已经结成了西瓜了 您非要还要跟她一起开什么西瓜 花那就是您的不对了 够了 够了 不结婚 我就不跟你理了 可现在 你的绿帽子都给你戴上了 你还东拉西手 连个高话都不敢骂 这瞎了也才会嫁给你这么个活王吧 你挺好的 没有怎么办手续 结婚 我离定了 你站住 你给我说清楚了 我怎么不爷们儿了 放手 明明是你的错 现在变成我的不是了 放手 怎么回事 别再纠缠忘记 对不起 我不该把你牵扯进来 谢谢你 不断被拆穿我 我要是帮我一起也行 你为什么骗她 我得让她死心啊 其实去美国的事 你应该再考了一下 我觉得你老公说得有道理 你 你还好吗 你 不好 马可 我一点都不好 这种没有希望的日子 我真的是受够了 别哭了 我答应你 我们一起去美国闯荡 去过不一样的生活 好吗 要你开笑话了 这么多年的老同学了 才拉谁跟谁啊 老同学 谢谢你 别客气 其实要不是因为你 坚持要去美国 可能我也不舍得放弃国内的一切 你说得对 美国遍地是黄金 就看你赶不赶紧 那索性咱们就多接点 必须的 就像在学校一样 男生第一的我和女生第一的你 我们联手 在美国的会计行业 平汤 一定 上车 你 你 混蛋 你混蛋 你混蛋 你 你没事吧 好浪 你混蛋 我别听了 我没事 别难过了 人活一生难免倒霉吗 倒霉的时候 你要允许自己喝凉水都塞呀 谢谢 你也别想自己倒霉了 你看我今天 在我活了二十几年第一次被人摸 摸这个 结果怎么了 这个混蛋竟然给我吐了 我人生最大的bug就是人家说我一瓶如洗 好不容易有个人可以证明我是有步有坎 结果 你说我有这么差吗 你别我惨 那句话是谁说的啊 那个 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 车到山前必有路 没路转几个圈就有了 船到桥头自然直 不直 拉拉千层就直了 我说的 对呀 你看你劝我的时候不说得挺好的吗 怎么自己就不行了 这叫什么事 你还让我怎么样 我能忍的就忍了 我不能忍的我也忍了 我就是想踏踏实实地过个日子 怎么就不可以呢 有个家多不容易 也干吗不要拆了呀 我就想不明白 我能忍的 我能忍呢 你能忍的 回来了 儿子 妈 那么晚了 那么晚了 干吗呀 掉酒缸里了 你少煮我两杯子 不用问 就跟他英文一块儿喝的吧 你有点出息行不行啊你 你们俩从小在一个糊涂长大的发小 你看个人家 媳妇都娶了那么多年了 你呢还单着呢 还好意思天天往人家身边凑 你一个夏家雀 跟着蝙蝠飞算怎么回事啊 有那工夫 你给我找一女朋友回来 让我看看行不行啊 不是没找着合适的吗 不是 那你不找能有合适的吗 那您以为 那女朋友跟菜长调到白的似的 说找就找啊 我告诉你啊 我做梦都没想过 人家姑娘身上自带条形麻 让你扫一扫就归你了 那总得有行动啊 是不是啊 要实在不行 让那个英文给你介绍一个 那也好说个没 咱们哪要求也不高 只要有那个正式工作 然后呢是无险意见 妈 长相嘛 妈 您 您干嘛来了 看你来了 你不看我 我还不能来看你了 再说了 这房子也是我的 我还不能来了呀 这样 您看好了 我现在给您三百六十度 转的转 怎么样 看 看清了吗 都 都看到了啊 怎么出去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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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你这有工资发了吗 看我干什么呀 工资 我们那财务它放下了 过两天 对 你说都真的 真的 我能骗您吗 妈 我 我问您一问题 说 假如 我是说假如 说不说 说 假如有一天我辞职不干了 我打断你的腿啊我 我告诉你 你要是没工作你就没钱 没钱就没有姑娘愿意跟着你 没有媳妇我就没有孙子 没有孙子帮 那我就没着路 你看 说实话了吧 你就是想让我给你找个媳妇 然后再生个孙子给你当玩具 对不对 说什么呢你 我还不是想趁着我现在还能动 我帮你带孩子还跑啊 妈您在我心里就才十八 你知道吗 我跟您说我哪天我在那儿呢 您还 您还姐挺知道 在十年八年那儿抱孙子没问题 凭什么呀 凭什么那些老姐妹都有孙子抱 我就得等十年八年啊 我告诉你 你要是辞了职啊 那个耽误我娶媳妇抱孙子的进度 我跟你没完啊 我就那么一说你就那么一听 完了 我还没说完呢 妈 我跟你保证 我一定好好努力 好好赚钱 好好找女朋友 好好给您找媳妇 好好给您生孙子好不好 别光嘴上说 你得行动行动知道吗 动 我现在就马上动 这个动 我动 行动了啊 动 你亲手中下的花 阳光下长大 你尝看的那些树 填满我的树架 冬天来临床台上 散落的雪花 点缀着万幸的家 心快被融化 多少天多少年多少路 我才能够让幸福抵达 还能有几盏灯 几个人一直会在为我牵挂 一个人一封画一大菜一杯茶 再为你烫药 还能有几盏灯 几个人一直会在为我牵挂 一个人一封画一大菜一杯茶 再为你烫药 一天天一年年两个人一辈子 撑起一个暖暖的家 多少天多少年多少路 才能够让幸福抵达 还能有几盏灯 还能有几盏灯 几个人一直会在为我牵挂 一个人一封画一大菜一杯茶 再为你烫药 一天天一年年两个人一辈子 撑起一个暖暖的家 一天天一年年两个人一辈子 撑起一个家 再为你烫药